前段时间拍了一个我上床的视频 结果狠狠地摔了一跤 接天重新再拍一个 摊花这些年了终于可以自己上床了 虽然还是需要有人帮忙保护才能上得去 但是现在的我可以让妈妈少抱我两次 这是最开心 在今年夏天之前每天上下床 还需要妈妈抱的 每次看着她歪腰抱起我吃力的样子 心里就会流上一股心酸 就特别讨厌自己这副太坏的样子 我是一直想自理的 无奈受伤的地方位置太高 不管我怎么努力锻炼 最后都是差一点 就是什么都坏点 又什么都一个人完全歪不成 可能还是需要时间吧 未来还有无数个世界需要好好锻炼 为自己争取一个好的明天 也早点接放家人 让生活过得太清了小儿子 怎么样 这一次我没摔跤 顺利地坐在床上了 就是还坐不稳 需要我妈把腿给我拿上来 这就是我每天 上床的样子